今天跟大家说一个很气人的事 咱们大家都知道袁隆平先生 为了杂交水稻 出出了一辈子的心血 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 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成为感动中国的伟大人物 但是你知道吗 有小毛毛蛋 把中国杂交水稻的亲本种子 就是我们杂交水稻的河西的秘密 送给外国人 抓到了 国家安全部通报了 他为了赚钱 居然干这种事 咱们常说要把饭碗 牢牢端在中国人手上 他把咱们发碗给打碎了 我有个朋友 特别高大伤 他对于全民抓间谍这事 特别反感 他认为抓间谍这事 你老说这事 你会导致一些人不愉快 如果是偷窃中国 杂交水稻亲本种子的这帮人 他感到不愉快 那不正说明我们做对了吗 今天是2024年4月15号 今天是总体国家安全官提出十周年 就是安全 不仅是政治的军事的国土的 经济的金融的文化的 社会的还有科技的粮食的 注意啊 这个事就是粮食的 生态的资源的 所有的领域 大家想问数据问题没有啊 滴滴 国家3050人说 你这样的掌握国家核心地理数据的人 不能到国外上市 他趁着咱们这边搞个大活动 蹭 钟都不敲 在美国就上市了 还有中国老百姓 大量的包括人链识别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数据 他都给你打包拿走了 所以才被罚了嘛 都是涉及到国家总体安全观重大事项 大家都知道中国稀土资源丰富啊 中国稀土加工能力更是强 正因为这样 所以国外呢 人家就瞄上咱们的稀土领域 有间接杀进来了 有个小子叫成 叫成某员 他是我们国家某稀土公司的副总经理 他当然掌握那部信息啊 然后呢 他就结识了某有色金属公司上海子公司 一个员工啊 叶某某 然后呢 叶某某说我给你钱 你给我点一般的信息 他为了自己一己私利 在明知相关信息 涉及国家秘密 禁止向外提供的情况下 提供给人叶某某 没说拿了多少钱 反正是收受巨额报酬 这个成某向境外提供的内容 经国家安全部门的鉴定 涉及七项机密及国家秘密 所以这小子又被判了11年 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没收人民币才50万元 隔壁王奶的胡同老刘 我一致认为判的太轻了 你这涉及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吧 社会罪吧 那位问了 那涉及到我们国家道种 这个国家杂交水道的 这个核心机密的 这个处理的怎么样 我跟你说 才判处一年六个月 除此之外 还有17个涉案对象 是行政处罚 那个叫杨恒均的 本名叫杨军的那个人 澳大利亚的间谍 被判死刑 唤起两年执行 我觉得这间谍给国家利益 带来重大损害 应该定根处理 他一年多 他如果得利比较多的话 那他破官破摔 能不能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 这是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人就被人就拉下水了 有人贪财 有人呢是贪色 有个女的既外学习 然后被一个风度翩翩的 类似电影里面007似的 那么一个男的 他以为他有魅力 两个人就上了床了 然后那样以后 他就把他掌握的相关机密就给人了 明明知道这个人来路 不正后来呢 他自己的被人家拿了魂了吗 拿了魂哪 你恋爱脑 你也不能出卖国家机密 这女的是云南省的省治机关的一个工程师 从02年开始 17年当中 他把大量的社密文件带到家翻拍 然后卖给境外组织 那个风度翩翩的温文尔雅的男子 用他的个人魅力来诱惑他 这女的就同了 这种人怎么能在省治机关工作呢 最逗的是 他还问过那男的 说那你是不是间谍呀 对方当然花言巧语就骗过去了 所以各位如果你们掌握国家机密 千万千万要小心 我反正是打定一个主意 我们胡同里边老头老太太谁是老党员 我是绝不会轻易告诉你们的 我绝不会告诉你 隔壁王奶奶解放前就参加地下党 现在党性原则很强 屁股端端的坐在国家根本利益的一边 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了 感谢各位收看再见